我拍香港的老茶楼 由80年代尾到现在 都差不多30年了 我不是什么茶楼都拍的 我拍的旧色茶楼 都要有一定的特色 通常我是用菲林相机去拍的 在30多年来 拍了至少2000张照 不过很多拍过的都已经没了 剩三四间还在 我叫梁广福 现在是一个自由的侍应师 记得我第一份工作 就在深水埗的苏屋邨 一间茶楼买点芯 那时候是1969年 我还是一个童工 后来我去了旺角的琴华酒楼 我在茶楼做了百年 工作都算是很辛苦 我做过点芯学徒 买了点芯做过楼链 什么崗位都会运动 那时候的茶楼 和现在的很不同 每间都有自己的特色装和 无论是招牌 家具 室内装修 都很广告 有些茶楼 甚至是中西合璧 传统得来 有几时没有 一间茶楼里面 凤凰木雕 和龙凤长黄 会跟天使的雕塑 和几何同位 放在一起 有些茶楼的陈列 就传统一点 喜字 瘦字 有龙有凤 又有麒麟 又红又金 够了腸硬 重城的茶楼 每间都有自己的特色食物 每个礼拜 会推出八至十款的精致点心 它们叫做精致尾点 吸引很多会饮会食的人 材料一定要新鲜 用料也要很紮实 还要全手工制作 卖上口感 比现在多多香 这些酒色茶楼 最广告的 始终是茶楼 现在茶楼多数用 现成的茶包 怎样都不及 以前的茶液素 好 你一进到茶楼 就闻到茶香 哪个角落都闻到 想点松 想点饮 客人自己划事 淡一点又可以 浓一点又可以 只是喝茶 都可以喝到 色香味俱全 我拍过这么多间茶楼 我最喜欢的是 位于黄浩大澳西的 多南大茶楼 因为它集中了 旧茶楼的许多特色 它占备了整栋的建筑 有好几层谷 每一层的装潢都不同 多南的伙计 会背着背带的点心盘叫埋 这些就是旧色茶楼 自有的特色 老茶楼的人情味 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茶盒和楼面 关系就好像老友一样 楼面知道客人 喜欢吃什么 以前很多单身的寡佬 一个人想茶楼 茶博士会主动联合他聊天 老板和伙计共事几十年 茶楼要倒闭那一层 老板会担心 那些手足日后怎么谋身 街坊更是依依不舍 最后一天大家大排圆节 说拜拜 每个人都很忠诚 又很年轻 我去茶楼拍摄的时候 一般人都不是很抗拒拍照的 我喜欢拍伙计做事的时候 拍他们自然又忙碌的神情 他们有空都会跟我聊两嘴 黄的就算了 我不会阻止他们做事 就像茶楼本身那种气氛 所谓的都是禁销 禁止做 茶楼执在一间又一间 可能地产这行太好稳了 很多开在旧楼的茶楼都拆了重建 茶楼做无以为计 以前没有那么多食肆 茶楼替很多人见面的地方 建工、聊生意、商体、结婚、团圆饭 都在茶楼那里搞定 这里建中了香港的起起伏伏 这么多一年的流金岁月 现在唯有看回这些照片 才可以回味回旧色茶楼的一点一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